欧罗佛万杀害弟弟羽翼一段时间后 依然功成名就获得了相当的地位 这天他拿着羽翼的手静静的端详 他发现自己给弟弟的个性竟然消失了 羽翼一直排斥这个力量 因为那是他从别人身上抢来的东西 他很清楚羽翼不想和他成为同类 但他也只是想让弟弟更进一步成为自己的所属 才故意把这个个性强加在他身上 但是这个个性竟然消失了 他早已习惯于抢夺和分配个性 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 他开始思考为什么 给羽翼的个性不在他的身体里 那去哪了呢 他反复多次确认羽翼真的没有个性了 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不经意间已经夺走了这个个性 但事实上那个个性并没有在他手里 All of One记得 那是形成其营养不足而未能成型的因子 按理说是没什么意义的异能 难道羽翼离开的那两个月 他被激活了吗 这是All of One想的一种可能 基于的个性消失 或许是因为已经弥补了不足的部分 这里可以大胆猜测 All of One想说的是 One for All在羽翼体内时 因为发育不良 弱到几乎没有 但后来 初一代的意志越来越强硬 接受到外界的刺激后 他开始成长 反过来吞噬了 留在羽翼体内All of One的个性因子 并且直接让渡给了二代 替All of One监视 被给予这个性因子消失 所以他才会感觉不到羽翼身上的异能 几乎同一时间 二代和三代这边也发现了一样 却当感觉自从上次和All of One碰面后 全身都有种威和感 三代布鲁斯让二代仔细回想一下 之前那场败战 有没有被All of One碰到过 二代让他直接说结论 因为从那之后 他确实感觉身体不对劲了 三代告诉他 他体内有两种因子 一种是天生的 还有一种像是还未完全成型的威形的东西 二代本身也有这种感觉 但不知道前因只是的后果 让他觉得莫名其妙 而与这件事情有关的关键人物羽衣 生前就诉说过自己的纠结 他没能阻止哥哥 但是他让自己活了下来 可是他只怕人命是为玩具或者是游戏 如果他能有一丝为别人着想的心就好了 回想起鱼的话 二代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难道鱼的意志在自己体内存在着吗 这一点 聪明的All of One也想到了 机遇和夺取 明明两种都有可能称为 这个世界上最仁慈的力量 但得知的效果却不一样 All of One擅长操纵人性 他太知道该怎么拉拢人心去世别人战队了 任何讨厌的东西 期望的东西 只要加以操纵 鱼一贬低就能掌控 他利用这种手段 让他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万佛欧罗历代 也与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他首先杀死了 把鱼从他身边抢走的二代 驱腾 随后杀害了三代布鲁斯 接着他开始号召更多的人加入他 那时对他敬佩有加的秃头一声 被他的魅力吸引成了他的主力之一 然后他找到了第五代万神 拿下万神的性命不是问题 可是他根本没法夺取 一只强大的万佛欧罗 但欧罗弗湾并没有放弃 夺取万佛欧罗的想法 他腰斩了第六代烟 但仍然没能碎月 烟前被冰死之际 把他有个性因子的头发 交给了第七代 只存蔡奈 万佛欧罗依然被传承下去了 第七代和欧罗弗湾展开了激烈战斗 但仍以失败告终 丧命于战场 直到第八代 欧尔迈特出现 事情出现了传机 欧尔迈特一拳打爆 欧罗弗湾的脑袋 毁掉了他的脸 不过 欧尔迈特也因子肚皮被开了一个洞 但结果是好的 欧尔迈特赢了 战败后的欧罗弗湾被送去了医院 但却被偷溜进医院的秃头医生带走 最后 便是他与第九代继承人 旅过初九的故事了 这么看来 欧罗弗湾还真是活得久 经历的多 万佛欧罗都更新到第九代了 他依然有战斗力 当然他也没闲着 否则也不会有斯饼木和迭连河了 说回当前的战况 欧罗弗湾被爆豪一番操作 秀到头皮发麻 而且越来越觉得 爆豪就是驱藤 所以他才会面对爆豪破口大骂 驱藤都是你的错 他曾怀疑爆豪是驱藤的后代 因为他们身上那股劲实在太像了 可是欧罗弗湾在干掉驱藤以后 为了避免死灰复燃 早就断绝了他的血脉 和他亲近的女人孩子全被杀光了 知识上没留下一个跟驱藤有关的人 而且如果爆豪真是驱藤的后代 那么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能察觉到 但是现在的爆豪 让他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火罗弗湾大脑飞溯回忆 终于让他明白了 深夜驱逝的爆豪还不是这种眼神 所以他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相似之处 可现在 爆豪的眼神和驱藤非常相似 就像是驱藤跨越了时空来阻止他一样 爆豪全身爆炸闪述无数星错 他眼神灵力 充满了要杀死眼前人的坚定 虽然在激烈的战斗 但欧罗弗湾仍在机密部署自己的作战方案 他想用传送避开爆豪持续不断的攻击 因为接下来 他也需要花一番心力对付已经繁木的斯秉木 可是能避开的地方 就只有欧尔迈特和斯秉木的位置了 总之 不能继续和爆豪交战 这样下去 身体回溯过头 必定万劫不复 到时候 又怎么会有反抗意志的斯秉木打呢 欧罗弗湾深知 自己面对的两边不同的势力 虽然他纠结着 想留有余力来让渡身体 把斯秉木完全控制住 但眼前的形势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决定更疯狂一点 杀了爆豪的同时 去往斯秉木身边与他交战 一起办就行了 万富欧罗中的羽翼 感受到了一股不祥的气 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但真正见到还是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来了 欧罗弗湾释放出藏在体内的全部力量 加速朝爆豪这边冲去 在这万物归一的澎湃力量中 我们能看到数不清的人头 其中还有霍克斯的身影 可见他夺取的个性中 保留着原主人的意识 这或许会成为一个突破口 目睹了所有变故的指风射手 惊呼出声 他敢肯定 欧罗弗湾这个变态 是想把那庞大的能量 当作推进力 一口气拉下他们 就算是回到婴儿期 也在所不惜 偶尔迈特也看明白了这一点 他一边喷血 一边呼喊爆豪 爆豪少年快避开 面对使出所有力量 想拼最后一把的欧罗弗湾 爆豪没有退缩 只是冷笑了一声 你傻嘛 那种东西怎么可能会赢 爆豪周遭的汗水 越来越密集 爆破出了点点星光 他已经做好了 应对欧罗弗湾的准备 此时此刻 他也能看到获胜的希望 在他眼里 这个变态土豆不可能会赢 爆豪圣即刚出生的时候 全家人便对他充满了期待 爆豪光景慈哀地 看着这个活泼哭闹的孩子 爆豪圣则激动的眼泪花都出来了 他们对这个好动用聪明的孩子 贯注了所有的爱 让他在充满爱的环境里慢慢长大 聪明的爆豪在联系中精进 不断吸收经验 茁壮成长 在他心里 只要自己想 爆破就什么都做得到 他曾不解 为什么欧尔迈特选中了 比自己更弱的初九 到后来他才想明白 其实是自己一直在追赶初九的脚步 他想和初九并肩作战 为他分担 初九 我已经不会再拖你的后腿了 但是这样的决心 他毅然就让对上了 赌上所有权力以赴的欧罗弗湾 摆脱了 爆炸吧 在欧罗弗湾带着所有个性冲刺的时候 宝豪引爆了汇聚在身边的所有汗珠 紧接着空气剧烈爆炸 通开了一道道巨浪 欧罗弗湾带着满脑子问号 被爆炸波推到地面 地面被这一道剧烈冲击 砸出了一个深坑 欧罗弗湾小脑瓜子嗡嗡想 怎么回事 他刚应该没做任何小动作才对 宝豪也很热心为他做了讲解 因为下雨 雨滴和汗滴融合会使威力大大下降 所以他就反过来利用雨水 事先做了一层防水处理 爆破时就用普通汗珠 先不引发爆炸 而是让他们停止在空中 想着能否通过时间差混杂在其中 利用其他刺激引爆 欧罗弗湾的嘴被炸得稀烂 他这才想起自己上了爆炸的档 之前他和爆炸正面交锋的时候 在那个危机关头 爆炸竟然一心二用 将包裹着汗珠的水滴送入了他的口中 简单说 这里用上了爆炸之前开发的岩石爆炸 这个新技能 以及让雨水包裹汗液打掩护的手法 当需要爆炸时 爆炸便从欧罗弗湾口中引爆汗珠 由此把欧罗弗湾脸都炸烂了 解释完后 爆炸还小小的自夸了一把 我的判断力可是一直都被人夸赞呢 在这基础上 我一个个性就够用了